作为第八届海峡青年节重头活动之一的海清节云直播系列专场活动9月1日晚在福州举行 两岸众多美食亮相,现场更有台农云端推介台湾有机产品雪峰高商茶 当天的活动地点选在了福州人气爆棚的东泰河广场 记者看到,直播间内,在大陆创业的台青变身主播,热情推介着台湾商品 直播间外,台湾青年廖建强正在忙着将面条下锅,做着直播前的系列准备工作 2006年,廖建强随着台湾的考察团来到大陆 他第一次见识到了大陆农业项目的广阔市场 此后数年,他平房王方两岸 2010年,廖建强决定从台湾来到大陆创业,落脚福州 这边市场还是很大,机会很多 所以我们就在10年的时候在福州设立公司 那现在也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三个人 就现在后来也娶了老婆 当天的直播中,廖建强也带来了极具台湾特色的牛肉面 并在现场与网友们分享 比起我们平常自己的社交圈是更大 就是说现在通过电商的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把产品卖到全国这样子 场地的另一侧 台青、黄敬丛和妻子 整理着一伙将要亮相直播间的苹果和猕猴桃 黄敬丛告诉记者 这些苹果和猕猴桃是他在陕西两个合作基地的产品 对于我们台湾人在这里创业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支持 所以我在15年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在我台湾的工作辞职之后 那我就开始到了福州,开始落地来做这个创业 就把生物技术带进来 对于此次直播,黄敬丛和妻子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做了充足的准备 农业、农产品最大的硬伤还是在销售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云直播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销售模式 真正能够协助农民 能够协助他们跟我们的消费端、消费市场、消费者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链接的这种效果 当天的直播现场 林发伟的关头马鼠吸引了众人的围观 林发伟师承台湾一位糕点大师 做马鼠手艺了得 2014年,这位福州女婿从台北来到福州发展 林发伟将在台湾学习多年的糕点手艺带到大陆 味道香甜的马鼠捕获了众多的粉丝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各个行业 特别是从事餐饮的台青们遭遇了一段时间的长大生意 林发伟和十几名在福州创业的台青共同策划 利用线上直播平台抱团合作 帮助不少台青在疫情期间打开了产品销路 记者了解到,海星节云直播系列装厂活动将依托各类直播平台 开展为期十天的全天后直播装厂活动 以推介台青企业台青产品为主线 以海青企业台湾优品推介带货 两岸青年直播互动为载体 彰显在大陆创业台青的精神风貌